上座的時候呢 要整理到什麼樣的程度 第一個 這一支飄錘枝先打理 打理到這邊看一下 這一些是不要的點 拿掉 要整理到很乾淨 末端只剩下這一些 那如果你覺得太長了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分起點的位置 到後面呢 只剩下兩個點 我要的點 只留葉片 其他的頭髮不要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把這些 有芽點的位置的葉子 拿掉了耳後 這兩片有葉子的位置點 它萌芽的速度會比較好一點 也比較不會流失 會很確定的會萌芽 這些被我拿掉的葉子 不見得會萌芽 有一些也會長 會長的話 我們再拿掉就好了 就是說 這樣子的型態 就是確保我們要流的點 一定會長出來 像這樣子 這個也是要拿掉 耳後這一支要往下 你看這個平面是不是出來了 有沒有 整個 整個 這個流向是往這邊走的 這個流向往這邊走呢 這一支就是耳後在分飄槌 對不對 這一支就是這個飄槌的背景 這一支是這個飄槌的幹線 是不是有了 然後這一支的範圍又更大 這一支也是這個點的飄槌的一個大背景 但是在創作的時候 這個點要高於這個點 這個點要低 所以這個區塊在這邊 這個區塊在這邊 所以我們正面去觀察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厚度的呈現 這個也是一樣 要轉過來 有沒有 這就是背景 不要的點呢 就全部拿掉 耳後呢 因為我們創作出來的支 後面越來分支越多 越來越茂密 你看 這樣有沒有形成一個 區塊出來的 很明顯 像這個都要拿得很乾淨 這個點以後 這個有了 有了 好 再來分野幹線 幹線 這裡 這裡 然後呢 這個整個風化的現像 跟它 是有異舉同工的流向 有沒有 是同個方向性的 好 然後 耳後 這邊太長了 要內縮 內縮 因為耳後 它整個飄垂過來 這邊做一個段落的結束 這邊 也要做一個段落的結束 但是它的長度 不可以超過它 那比例才會對 好 再來檢測這邊 往這邊走 這邊 這邊走的時候 這個點到這裡 有些時候看一下 它需要這個點嗎 如果需要 這隻耳後 再讓它分齊幾段 它要佈局在這個位置 這個都要處理得很乾淨 你確定它的長度 為什麼一來的時候 我叫它 你們一定要先把長度 往下拉 往下拉 達到我們要的位置點 才有辦法去設定 不要的一支葉在哪裡 好 這棵樹被我們修剪過幾次以後 它該走的方向性 都有了 有沒有 它這個面向的平面 點 生長出來被我們修剪幾道 到線到面都呈現好了 再來佈局的是葉蟲 整個堆疊的葉蟲 這個層面要跟這個層面搭 這個往下拉 這個再往下 所以它是灌頂 第二層第三層 漂垂一四層 整個拉出來 好 這是大背井的後面 好 到時候呢 這用鋁線殘藥 變成在這個位置點 這樣 這在內 再進來一點 有沒有 然後這兩個層面 又有一個高低落差的堆疊 一個層級的堆疊 然後堆疊到這裡來 這是灌頂 灌頂呢 這棵樹最美的位置點 在這個位置 被這個灌頂遮掩住了 所以它往上 往這邊漂 灌頂要往這邊做 這邊是它的背井 這裡呢 開始要留一個 這邊是它的背井 這邊要留一個幹前 所以這邊的點不要 由這個點來做幹前 然後這個點來做 它的灌頂的延伸 這邊1 又修剪1化2 這邊也是1化2 那整個結構就出來 所以這個點就拿掉 這個最美的位置點 你看 這棵樹的轉過來疊 那種力道美 又轉出來 要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整棵樹的架構 這樣就完成了 有沒有 OK 這樣今天我解釋 你就知道這棵樹 它往後要往哪邊延伸 生長 去做一個層次的飄 飄逸性的 好 那給各位10分鐘 回去檢視一下你的 有沒有